最理想跟欽川一間 蘇智農長因為未來的營灰景色 這幾年來在網路穿起來 雖然很苦為地山頂未留 但也是欺負大部的民眾 正來相會欺負上 近年在最理想民代表會的努力下 將農長對外的道路進行改善 除了提醒交通安全 營灰營住定時本也用心 提醒很苦景色 並且跟接送轉車的服務 歡迎UK來相會 從一半到這間蘇智農長 就看到青春是粉和雪粉 沒有漂在半空中一樣的美景 大部份的山營灰已經開了五下 台主表示這營灰應該是全國最早辛苦的 我弟弟他會弄這個 那麼有心弄這個地方 就是歡迎大家盡量遊客來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山上 這個地不大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一天限量 大概就是五百個 在山上就不超過五百個 因為太多人他要照相什麼也不不方便 只有一個字來形容就是美 我簡單說 簡單說為了大家行車上的安全 採用這波車 來回抽資是兩百塊 入園會我們完全不收 這個櫻花 據我所了解 目前應該是全台灣最早開的櫻花 它這個櫻花開得很漂亮而且很早 現在棉花既剛開始的時候 它櫻花就已經在開了 非常漂亮 跟客村這間屬於農場 因為美麗英雄風景在網路不紅 竟然大陸UK沒命進來 就在鄉民代表會為了UK安全 這幾年來是特別將農場的另外道路 儘勤了解 現在的花既大概開了大概將近五成的花會 在三四天可能正是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月的五號 我們本園 本園櫻花園正式的開幕 今年又增加了一個波斯局的播種 還有我們整個沿線道路的修善 因為去年的那個道路有真的有比較的狹窄 也比較的沒有那麼的順暢 今年今天上來感覺到我們的路變得比較寬大 而且在匯車上也比較安全 再上來到阿本農場這裡的話 真的很漂亮很優美 今年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種滿了很多的波斯局 在我們的櫻花的樹下 我就帶給UK更加好的生活品質 對它提醒道路安全 第四馬基金料波斯局迴海 以及安排最送車給UK 歡迎大家來收回一關 也會當多多各位東地優秀融散來支持農民 記者今天不算差不多 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